一名61岁的德氏司机因为涉嫌在驾驶德氏时 从车内抛制石头砸碎停放在路旁的汽车后座挡风玻璃 而在鲁莽刑事罪名下被警方逮捕 初步调查显示 嫌犯涉及多起这类案件 遭殃的两部汽车分别停放在热兰雾沙和石龙岗一带的福士路和德斯加路 警方文告指出 两名车主是在星期四晚上10点到11点20分之间报警 警方确认嫌犯身份之后 星期六凌晨2点20分在后港三道逮捕嫌犯 并从他驾驶的德氏搜出了一袋鹅卵石 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如果罪名成立 嫌犯可被判坐牢最长6个月 或罚款最高2500元或两者监食